竹山是茶叶和竹子的故乡 而为了让学童更加了解家乡产业的特色 瑞竹国小特别开设了茶艺班 让学校中高年级的学生从小就开始接触茶叶文化 并且期盼透过课程能让茶产业更加的发扬光大 竹山镇瑞竹国小其实能有许多家长的事业与茶叶息息相关 身为学校地界家长会长夫人的茶艺师赖金玉 会让材质从小对家乡产业有更深入的认识 每周在固定时间也特别前往学校医务替学生们上课 她表示瑞竹地区以产金萱茶为大宗 因此以金萱为主的各种泡茶方式 都会成为课程上的主要内容 我们当初会开这个课程 是因为我们想要让我们茶香的小朋友 能够走出自己的家乡的时候 都能为自己家乡的特色 就是我们的茶叶做一点基本的介绍跟了解 所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会以我们自己的家乡茶为主 比方说我们这边是金萱的产区 然后有乌龙跟金萱这两个品种 那大部分是金萱 所以我们都会以金萱为主 比方说金萱做的清茶 或者是金萱做的现在很红的那个小叶红茶 也都会把它倒在那个课程里面 那主要带孩子上的课程 就是会带到他们品茶的那个部分 就色香味 那多少还会有一点制作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孩子在上这个课的时候 能够跳脱传统 因为传统的家庭的话 一般的话都是以在培管理为主 还有制造 那希望孩子就是接触这个茶道课之后 能够认识茶的另外一片天地 校长陈彦宏就表示 学生们从最基础的茶业认识 及泡茶里开始学习 学习茶道不仅能让学生们静下心来 也能陶冶心情改变心境 小朋友学习茶道有很好的学习精神 比如说他从最基本的茶业认识 还有我们品茶这个礼仪 最重要是小朋友能够从中学习 这个我们安静静心耐心 因为泡茶这个茶道的精神 真的是很繁杂 小朋友能够学到这个最基本的礼仪 还有品性 这个陶冶他的心性 有些比较调皮的 比较好动的 如果能够坐下来20分钟 他就可以改变他这个心境 所以我们这个目的是在培养小朋友 这个礼节礼仪跟品性 当然最重要的另一个目的就是 希望透过这个茶道认识 让他知道我们家长的在地产业 让他了解我们的家长所生活的环境 最重要就是让小朋友能够体会 让我们的家长 他在辛苦辛劳的赚钱的时候 我们的小朋友能够体会 以后能够感恩回馈 那组国小从十几年前就开办茶道课程 那加上茶产业 可以透过学校教育往下扎根 其同源表示 在向往茶道课后 回到家中 会跟家人讨论上课内容 也希望未来能借由自身力量 让茶业文化能有序传承下去 我觉得每周来上这个茶道课 可以让我学到更多的茶艺 还有休闲活动 有时候在家的话 我也会找时间 拿出茶道用具 然后跟着家人一起泡茶 让家人都可以喝到我 亲手泡的茶 回家的时候 我也会跟爸爸妈妈分享说 今天在茶道课上了些什么课 让他们也能够了解到 我们上课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形 尖略学校举办茶道课程 所有的家长表示肯定 一换游客前来竹山游玩的时候 有机会能造访好山好水的瑞族地区 像透过口尔乡城 那山民水秀的山城 能更广为人知 感谢观看